西洋菜谱 哈喽大家好 西洋菜谱 美咒分享 今天分享 椒盐玉子豆腐 主要准备的材料有 玉子豆腐大概两包 一包左右 还有青红辣椒 各一点点就够了 我们不需要全个 两条葱 还有一茶匙的 干的辣椒段把它泡用 还有蒜头 配酱烙油 椒盐粉 黑胡椒粉 和玉米淀粉 玉子豆腐把它挤出来 然后切成小片 然后给少许的盐 稍稍把它腌一下 这样它的肉会紧一点 然后我们切少许的青红辣椒 把它切成少粒少粒的 蒜头 蒜头我们拍个三粒 把它多一多碎 跟辣椒放在一起就可以了 葱花 葱花 葱白葱绿分开放 葱白葱绿分开放 葱白我们就跟辣椒放在一起 葱绿就分开放 最后我们撒葱花的时候用 好 葱花 我们把腌好的玉子豆腐 先浓上一层生粉 或者 Going to use es 玉米淀粉 纸粉 不痛 用玉米淀粉 甚至 适落 beneath the Japanese 煎粉 油锅里油温烧到150度左右 有一点点泡泡冒上来 就可以了 把玉子豆腐放进去 稍稍加一下 大概炸个两三分钟 浮面就可以了 因为我锅少 炸两次 第二次又炸好了 我们稍等一下 等油温升上来 我们再复炸一遍 让它的皮更脆 油温再度升上来 我们再复炸一遍 让它的皮更脆 我们稍稍复炸个几十秒 就可以捞出来 烘一烘干油 锅里放入一两汤匙的油 烧热 把蒜末 葱花和辣椒放进去 稍稍爆香一下 烧个几十秒 把它的香味爆出来 然后把烘干油的玉子豆腐放进去 稍稍把它捞入 放一点点椒盐粉 一点点黑胡椒粉 然后把辣椒也放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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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个好香啊 大概炒过一分钟就好了 哇 好香真的 它捞盈 满屋都上味 这个玉子豆腐 有一点点的淡香味 跟一般豆腐不一样 上面再撒点葱花 太香了 好 我们的椒盐玉子豆腐就好了 希望你喜欢哦 现在老机豆腐就好了 frontline 河 稍eni 10个unde腌 2 2 4 4